方方入口突然出現一部機車 正要左轉 結果被執行的小客車撞上 由於事發突然 雙方還往前滑行了十幾公尺 救護車到場 駕駛已經下車急忙引導 而且不停在一旁 交集墮步 至於74歲的女騎士 則是倒地不起 經過檢查 當時沒有生命跡象 雖然緊急送醫 仍回天罰術 27歲的陳信駕駛會這麼緊張 除了發現對方傷勢嚴重 重點是他的身分 還是一名原警 這期18號下午4點左右 發生在嘉義太保的死亡車禍 原來當時原警正要到 附近的派出所上班 結果行進 太保里的加油站附近 發生這起意外 雙方均未有營酒情勢 根據瞭解27歲的原警 特考班畢業 剛從警不久 平常也表現正常 沒想到上班途中 發生死亡車禍 還被依過失致死罪送辦 還好是一般車禍事故 也沒有酒駕 暫時不會對他懲處 將等事故鑑定出爐 再來進一步處理 不過事發現場的T字路口 有不少附近騎士 都沒有帶轉習慣 從大馬路的內側 就直接左轉 進到一旁巷子 如今更造成原警 牽扯到死亡車禍 讓人不勝唏嘘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